兄弟们这波预测帅不帅 主播我60星能不能转我 可能不行 因为转我最低的都要 好像行 65星的也能跟我转 你看 上把那边要65星 橘子64星 完了这橘子已经开局了 这个老六来偷家的开局了 等于说我上把的 12345个6个 6个队友全部换了 我瞒开这个 一星和木兰会跟我转 因为他们两个的星是跟我最近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东方耀他可能排不到我 因为他65星 我感觉他不一定能强匹跟我匹上 那么这一波你注意了 我觉得在 排队排到6分钟的时候 应该就会进 6分钟之前 毕竟我们是单排 你懂吗 所以说我可以理解 有人没点 刻意避起我的风盘 看出来了 我真恶心啊 我看一下 花木兰组队中 一星和雅没点 他避起我的风盘 我就知道 你看到没有 直接在线说明 他们已经取消队伍了 他们就直接取消了 木兰 你看花木兰正常列队中 我说了是木兰跟我排到了 你要是再 转到我对面 你看我弄不弄你这里 这算法是让你赢了 现在我一百零星之路啊 你想跑真的 花木兰在列队中 我看能不能转到他 这个一星和雅 就比较拉了 真的说实话 听了 我感觉我应该跟他木兰赚到了 看一下 在我对面 估计在我对面 看他的BP 你从他的BP阶段 你太注意了 翻译人哥 看到没有 翻译人哥 我说了 我跟你们说了 有人在避起我的风盘 你懂吗 哦那马超 他可能会拿老负责 或者夏尔特来搞我 我这把是必被针对的 所以说你记住了 从BP上 你就知道了 什么 你知不知道 现在八九十千的人 有多想避起我的风盘 你看 多感 我说的是他 你看到没有 卧槽 你自己看 是不是 主播有没有跟你吹牛逼 这别弄之外的压制 你肉眼可见